Hello 大家好 我是迪老师 现在翻墙是一款测背纹理 这款发型非常的好打理 排剪跟排杠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接下来一边裁剪 一边跟大家细说 如果你们看完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你就再微信我 我再一一为你们解答 OK 简化之前也是有分支优区的 优区应该怎么去分呢 请多看过来 好 先把区域分开 找到顾客的额点 画翻过来 从这个额角画翻过来就可以了 OK 后面 然后 额顶点 画翻过来 整股点 上来2公分左右 这款发型整体来说 走得比较高 所以你分区的时候要偏高一些 所以你分区的时候要偏高一些 好 耳顶点画翻过来 好 到这边也是一样的 耳顶顶点 画翻过来 耳顶点 OK 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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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完之后 整体这个面积是占到整个大面积的三分之一 尽量翻高一点 翻小一点 让他的头发往上面走 整体往上面走 会显得干立体 好 OK OK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四号卡式去做裁剪 那如果你们平时觉得两边要短一点的 你喜欢短一点的话 那你就用三号卡式 你下面的话你就用1.5就可以了 如果你上面用二号卡式 你下面就用一号卡式就可以了 好那 先看手法啊 全部向前推 前面呢 先直直上直下 前面先直上直下 放射手法 先上 前 后 好 前面 前面 上面 后面 好 这个轮廓线出来了就可以了 后边 我们要把这个角去掉 想去角的话你就不用 你就不用细形手法了 直接用 向前推就可以了 直接斜线向前推 把这个角磨掉就可以了 好先上 直上直下 前 这样推的目的呢 是把这侧边的头发推掉 让头发更收紧一些 显得棋位更大更立体 好 向前推 连接前面 好 ok 跟着这个分分线走 走出一个圆弧位 好这边 同样的手法直上直下 把脚去掉 ok 推完 后面会形成一个直线 直上直下 好 前面 上 前 后 直接推掉 做连接 打不过 顾好卡齿 第二步换上儿号卡齿 同样手法 上 前 后 做过度就可以了 OK 后面 同样的手法 向前 后面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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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缩 3 1 6 好 妈 ала OK 喝完看一下 这个大壶味要出来了 好 这边 同样的手法 前 后 前 上 后 前 OK 这边 这边 好 ok 剪完这边也是要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弧位 显得比较高 一个棋位上下 好 这个轮廓线应该怎么去修呢 先小推检 先画棋位 直线压连接上面的 好 毛去掉 多余的头发可以压出来 剪掉 这款发型相对来说两边留的比较长 我就不用修得非常的清晰 让它自然一点 好 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 先画小西 多余的长毛去掉 刮出轮廓 多余的划出来 好 就ok了 不用特别的清晰 后面 直线压 直线压 你先画 多余的几个小肠 我去掉 压到这个转角直接划西 多余的肠毛压出来 好 ok 这边同样的锁法先画锡 直线压 羽毛去掉 ok 同样的锁法 压直线 羽毛压出来去掉就可以了 ok 后面同样的锁法直线压 90度 顺着锚留上来 羽毛去掉 画西 OK 后面 后面的形状我们随便压 我压圆 羽毛去掉 好 ok 第三步 用牙剪调色 把色调均匀 等会我重新帮你养一下 你这个等会我重新帮你养一下 有一些黑有一些黄 你这个 什么时候养的 养的不均匀 整体看起来就 这边黄这边黑 因为这个模特自己拿了颜色的眼云 看起来它就不均匀 有些地方很黑 有些地方很狂 等会也要补养一下 那我们看整个面是比较平整的 那像这样子也是没办法调 你看不出来哪里不平 哪里黑 但是颜色的原因 对吧 好 那调色我待会再调吧 先看看整体的轮廓线 好吧 上面 先把缝放好 上漆 眉头眉中上来 翻一条虚线 好 镜头近一点 好 在这个线上 走一个小虚位 画过来 这样 待会我们翻缝 它看的就不会很清晰了 这个缝就不会很清晰了 OK 翻好缝之后 先剪大漆的刘海 刘海梳下来 画出他的刘海去 从这个额角 画出来 自然随落 然后 剪到他的眉毛 跟眼睛中间 眉下眼上 斜线 长度呢 你可以定短点 你可以定长一点 都不影响的 长短是影响你上面的长度而已 好 第二步 利用这个额角的头发 连接点 直接上来 走一个漆位 好 OK 漆 这边下刀 走一个漆位 这款发型呢 它的冲击力就是在这个漆位当中 它一共有三个漆 一个是刘海的漆位 一个是上下漆位 还有一个是在上面 待会我跟大家说一下 好 完了之后 从后面一直贯穿过来 上来 走高 好 OK 从侧面就看到一个明显的漆位了 好 好 然后 上面的头发 走一个 低边缘的尝试 把脚去一下 把这个小脚去一下就可以了 尝试不能太高 尝试不能太高 OK 差不多 前面的同样的方法 划过来 把小脚去一下 好 好 切完 小脚之后 第三步 把上面这个大漆 分三份 哪一份做来做尝试 看一下水 一二三 拿这一点出来 剪一个平角 好 剪完之后 这里形成一个直线 下来又只成一个锡位 OK 一直贯穿过来 下面都不用管它 剪一点点就好了 好 OK 好 后面一样 冠传过来 把脚去掉 好 这个这边就剪完的效果 看得到吗 好 这边就剪完了 看一下效果 ok 这边 这边的长度呢 是以耳朵上来两公分就ok了 也是要剪一个大的斜位 直接定长度 不用连接那边 ok 直接走高 好 形成一个上高下低 好 跟那边的一样 先把它的小角去一下 把这个角磨掉 ok 最后一步 先把它 ok 最后一步也是把这个小区提上来 把这个角去掉 一点点 做完之后我们探完才会有反效的感觉 ok 后面手法都一样 去一下脚 去一下脚 好 ok 最后一步就会有反效的感觉 最后一步就会有反效的感觉 好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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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吹干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进行调量 调量讲的是眼看手动 用剪刀细膜 首先我们要看的问题 要比较纯面 我们先看侧边 侧边去模拟一下 用手去拨动一下 看一下 它刘海的厚薄度怎么样 刘海有点小 我们先调一下刘海的长度 把量调一下 划一下 拨动一下 好 OK 不用太薄了 那你们觉得太厚的话呢 可以再剪一剪 这是考个人的美感的时候了 好 再拨动一下 看一下 后面侧边的整体的轮廓 这点有点小厚 划一下 我整体看到上面的头发还是比较扎堆的 里面根比较厚 我就可以挑一下 整体把发根的量挑一下 发尾也很齐 把根挑一下 发尾也很厉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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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体还是比较厚的 继续把量调 侧边 拨动 看到有层次比较低的 你就把它调一下层次 看到比较厚的地方 你调一下厚度 嗯 看一下是发根厚 还是发腰厚 还是发尾厚 还是发尾厚 下还是有点厚 还是继续调量 调量不用急 先去拨动它 看看哪里有问题 我先把问题解决先 你不把问题解决 你烫出来的头发 是很死板的 先模拟一下头发 继续 好 整个头发的发尾还是有点小厚的 把发尾调一下 好 刘海这边也是有点厚 刘海这边也是有点厚 点一下 发尾 好 把线点一下不要太齐 就OK了 好后面 后面整体都厚 发根 发腰 发尾都厚 我先调发根 先把发根量调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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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体这边的大区的区域又完成了啊 看一下效果看一下怎么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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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尾的头发太整齐 连剪一下 发尾也是很厚 我就把发尾头发去一下 把量去一下 划剪一下 OK 检查一下 好剩下的是后面头发 后面头发整体这里的根也是比较厚 根点一下 发腰很厚 继续调 OK 后把都差不多了 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整体效果剪完 这两边形成一个小道V 两边头发收紧让它更立体走得更高 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好 转个圈看一下 好 转 头上飞下 转发 继续 转 转发 现在整体的效果已经裁剪完毕了 接下来是操作烫发的细节 烫应该怎么去排杠 做出来才会比较自然 现在是做纹理烫的操作 先看一下分区 烫纹理烫这个测杯头 要把这个小须域分出来 留出来不用烫 这个小须域是整个大区的四六 贯穿到耳顶点来 就可以了 看一下 有这么多 出来不用烫 行 上面的直接 一个大区 中间 划分出来 全部向后就可以了 两排杠 这个头发呢 我已经软化到七层左右了 直接涂上快速烫 就可以上钢子了 好 快速烫 快速烫 好 OK 那为什么要上快速烫呢 快速烫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第一个就是避免你的头发融化不够 等的时间太长 第二个你烫到快速烫之后啊 他的头发有粘性 让头发的质感更好 不容易松散 纹理的质感也稍微比较强一些的 那你们不用快速烫的话 你就用冷烫 跟热烫就可以了 OK 好 开始排杠 这没输给我 摩托的头型比较小 前面就分一个就可以了 头型大的分两个 分一个跟杠子大小的方片 因为他这个头型比较小 这里分一个就没问题 加上我们还是分两个的 杠子的大小呢 不能超过两圈 也不能低一圈 一般都是 挑杠子挑一圈半左右就OK了 不能烫得太绝 OK 这边翻两个 九十度 OK 这边 这边 好 你看 我 这边 点 继续 这边 这边 OK 继续 法根一定要熟顺 熟透熟顺 好 电子 继续 继续 法根熟顺 继续 继续 这边 纹理汤最怕的就是太卷 纹理太多 非常的显老 色暗的烫发主要是为了法根蓬松 发尾有一点纹理就可以了 好 谢谢 OK 后面 后面 后面的话两边 后面两边就不用烫得太拱 主要是两边要收紧 要把上面烫起来 把上面这个拱位上起来 后面的纹理主要就是做过渡就OK了 好 相对来说 这个模特 后面的头骨是比较高的 那上面就不用烫了 直接上两个方销就OK了 这两边的头发比较短 那就要用一个小一号的杠子 小一号 方销过度就可以了 1 2 1 2 2 OK 被 2 2 有 1 2 7 3 7 7 这是小鱼号 做房窍 OK 整体上完了 看一下 上完之后 第一时间拆开第一个 看它的纹理去到哪里 好 卷度稍微 卷度稍微差一点 有一点稀味 有点糊味 但是你出来吹干它没什么效果 可以等十分钟 等十分钟再拆开看一下 看看效果 补上快速汤 OK 先挑棉签 待会十分钟后 我就给拆开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 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好 十分钟已经到了 插一个看一下卷度怎么样 看一下效果 好 OK 刚好形成一个H 这个卷度就可以了 完拆开出来看的时候是一个大的C 定完形的 它稍微比这个要稍微卷一点的 这个效果已经可以了 不用太卷 好 好 那我上上去定完形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OK 现在定完整个效果 现在定完形出来的效果 现在定完形出来的效果 镜头静点看一下 纹理度不用太卷 稍微有一点纹理和蓬松就可以了 OK 我吹干照过形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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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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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